赛后有话说 常规赛第二周合集 那接下来有一些粉丝问的问题 来自宋敏浩 宋敏浩问到洪汉儿 比赛时压力大吗 压力大的时候会怎么去调节呢 压力大多喝水 多喝水 你不怕上厕所吗 我比赛之前上过了 所以说比赛中间喝水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来问四分寿的富贵 问到洪汉儿这个赛季登场赛场会紧张吗 有没有感受到来自粉丝老母亲式的关爱呢 会紧张 有没有感受到老母亲式的关爱呢 这个没有 毕竟可能观众表达爱意还是不够啊 我希望观众朋友可以疯狂地去表达对洪汉儿 关于这种老母亲的爱意 那现在是两个粉丝提问 第一个是来自Dark Pop的问题是 最近在赛场上的精彩表现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请问如何看待这些赞美的声音呢 怎么说呢 就不要太过吧 不然我觉得会飘 就是不要太过了 太飘了是吗 那第二个问题是来自CFY的 他问到上次教练发的一个唱歌视频 感觉你很有经验 可以再来一段吗 下次一定 下次一定 那我们还是期待一下 接下来你会不会发一个这种短视频给粉丝回应一下呢 看星星吧 你赢了我觉得还是要准备一下的好吧 那接下来有一个粉丝提问 叫做四分寿的富贵 说QG明明看过自己开花的视频 有何感想 喜欢吗 我要派廖警官去逮捕他 要赶紧先派三皮是吗 接下来的话是几个粉丝提问 看一下这次又有谁来折磨我了 这是欧气满满的COLA 他问到冰神说 冰神之前参加了综艺节目 有什么感受呢 就挺开心的一段回忆 认识了很多除了我们这个圈子之外的其他好朋友 然后他们也会来也有来看我看我比赛 所以觉得是挺挺好的 我今天就有一些之前的综艺上的朋友来看比赛了是吗 对对对 那所以说今天之前发挥表现这么好 有没有这个buff的加成呢 多多少少是有的 但是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打了稍微有一点没有那么紧 所以说也并没有说很理想 OK 还有一个问题是 是坚果呀 说问到冰神 头发的颜色是自己选的吗 然后他感觉好像顺毛更好看 冰神有想过留寸头的发型吗 这个没有想过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嘛 我觉得顺毛跟烫头发 其实都都还行的差不多 差不多 敢问一句少侠现在发量如何 你看 看起来好像还不错哈 接下来我们这边收集了一些粉丝的提问啊 问绝尘 这是一位叫 30sap的粉丝问 有没有想刷记录的赛道 嗯 跑好每一场就行 就看运气吧 出去了能刷就刷 哦就是 哪张图都随意啊 反正有记录就行 是这个意思吗 啊 也可以这么说 啊就是比较随缘啊 还有一位叫 VII89的粉丝问绝尘 对目前自己的表现还满意吗 嗯 这周还行 就是有一些 比较愚蠢的失误 没办法 美中不足是吧 那有没有信心达到这一次 请酒的目标 诶先问一下这一次请酒的目标是什么呢 嗯 先进季后赛 然后再四场 啊 还是有一个循序建议的目标 那有信心吗 有啊 好啊 非常鉴定的一个回答 那好的 最后一个粉丝提问 不会飞的大葱 说到 最让你开心的事情是什么 最让我开心的 应该是去旅游吧 去旅游 对 可以上上心 可以 然后接下来是几个粉丝 的提问 问到阿诺说 作为新选手上场 便有亮眼的表现 在赛场上的内心活动 是怎么样的呢 紧张 紧张 比赛的时候 包括刚才solo的时候 也紧张吗 对 那比赛和现在采访 哪个更紧张呢 都紧张 反正以后都是要适应的 还有一个问题啊 是一般在GK 体重都会有质的提升 你在GK长胖了多少斤 然后促使大家长胖的 罪魁祸首是谁 不知道 你这是没有长胖吗 胖了一点 胖了一点 然后谁带你吃夜宵呢 自己吃的 看来这个选手 对自己的身体很负责啊 自己主动吃夜宵 所以说没有这个罪魁祸首 接下来是有两个粉丝提问的问题啊 有一位叫四分田的橙子 问猴哥 悟空喜欢吃香蕉吗 我不喜欢 我喜欢吃桃 喜欢吃桃啊 但是这个粉丝叫橙子啊 所以还不是很匹配 第二位粉丝 蓝纯凝晨问悟空 对霸是八戒 第七是悟空 第八是熬雪 那中间的排名是咋样的 简单定一下子 这个不太好定吧 这个 就是中间的全部都是比较中和的 是吗 中间就随成绩好 就排在上面 就是中间的是看比赛状态啊 其他这个像对吧八戒啊 还有你和红枪哥呀 这个基本上就是比较靠后的 确定的地位是吗 红枪比较确定 那自己打得好 还是能把自己的地位往上提一提 对不对 提不上去 也提不上去 反正就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阶梯制度啊 不过也能够看出来 你接下来的两倍 还是比你地位好像要稍微高一些 这不提了吧 不提了好了 那接下来有两个粉丝的一个提问 第一个粉丝专心吹雷的雷吹啊 问你说到 这次和大家一起打赢了这场比赛 分别用一句话夸夸你的队友吧 小玉强啊 小玉强啊 还有吗 没有了 没有了 好的 那第二个问题啊 就是梅涛有点烦 说到和俱乐部谁的关系最好 好到什么程度 都很好吧 都很好 一视同仁 和小玉 关系最好 和小玉关系最好 我觉得他跟小玉两圈的控车有点像 是的 这边开个弹器 再来一个断空飘 怎么追上先行反超成功 但是直接反超了两人包括自己的队友 东方是能够反超的 恭喜二字东方率先中将 所以说整局的压力都在悟空一个人的身上 就看他这场仙海万一能打到什么样的成绩 我目前为止并没有拿到第一名 大玉弯到顶着他直接反超还考虑到阿妮 阿妮不怂继续跟你干 地起虽然说整体车数不关 但他对抗性是很强的 抓力力很强 挤掉了上来了 还是卡死了自己的内道 包括外道都没有让出空气 现在前面四个人 就都非常的接近 延续没问题 还能跳起来 最后消费 只能延续了 还能卡过来 内道是悟空抢了一个11分 被拉开了一个距离 刚刚刚已经卡了 假阿妮应该没卡 对 距离还是这么近 再找内道 在这边很危险啊 直接逼出来 从这个距离来看的话 阿妮也放了的 但放的没有阿妮好 而且他反超有多一个小喷嘛 对 实际抓得非常好啊 他刚才那个地方非常的危险 他抢了一个非常极限的内道 最后没有什么超车点了呀 也没有位置了 放空票看一下 没有确定任何失误 想要碰一下 我来详细记忆最后重现的是阿妮 差一点点 看一下敏敏会不会成为 明星的一个神助攻 怎么助攻呢 就是不断的消息 没有迪加成小喷 这边就有点难受 敏敏这边特性上 本身就有加成 是的 上来招击后有 欧桑莎那是被诀别 外卡内卡到了墙上 没错 就是在对方这一块 很少看到你人吃亏呀 后边的话 做细节还是军上的 看是否使用 WCWW喷的长颜续 落地有一个小喷 确实如此 化一周圆可见速度拉近以后 前面由外入内 断攻标最后一个弯道 实现反超 空QG宁清拿到了11分 宁清这边 哇 这个塞肺段位 真敢哪 这太细了吧 这么点的路线他都敢做 这么小的角度都能出双坑 服了 出完的时候 绝别这边稍微撞了一下 宁清来到第一名 这有点可惜 但对于绝别来说 还有后绝的机会 因为他驾驶的是银河之光 落地再甩下一个弯道 对抗 这边对抗 这边上墙 对上了墙 真的漂亮 非常精彩的一个对抗 现在绝别再回领跑位 而且现在这个领先的距离 非常的远 星儿也紧随QG 养名选手之后 这还有没有ECU了 看一下最后绝业可以出现 1分22卡而已 谢谢